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架构 需要一个余渊生的API网关 在这一次本次分享 我可以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分享的一个大的背景 其实主要的来讲就是API已经成为数字世界的一些基础设施 目前我们都能看到哪些东西能够来做以证明 随着API作为基础设施事情越来越重要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API都是通过应用的方式伴随着来的 那么我们更多的这些开发者开发了越来越多的微服务的应用 那么这应用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的复杂 并且伴随着我们应用这种微服务的动态的上线下线 横向辅助的那种也伴随着新的一些动态的需求 随着我们的API的数量越来越多 应用关系越来越复杂 实际上来讲我们对于这种全流量的统一管理就变成了 是无论是当下或者未来来讲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次我们会来聊一聊 就是贯穿始终我们在API的视角和流量管理的视角 如何让Apache APSX这个开业项目 它是如何能够帮我们来完成或者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API6的现状和未来的计划 好首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本人姓王叫王艺生 目前是API JPSX这个开业项目的PMC Member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 从开始能够进入社区 是通过一本电子书 通过这本电子书的方式认识了社区中非常多的朋友 那么非常感谢这一段神奇的经历 目前来讲应该说要大力转角吧 是个人的一些想法 随着个人的逐步的发展 期望是能够做更多的对于社区来讲 更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不再满足于纯知识的分享 所以后来做了一些开源的尝试 那么API6可以说就是个比较典型的 基于开源上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尝试的结果 目前正在围绕API6做一些商业化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是API7加商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目前认知CTO职务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本次分享 也关于背景相关的部分 就是API已经成为了数字世界的一些基础设施 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大家的背景 一聊到关于API 其实我们在这之初可以先聊一聊关于数字世界 那么从这张图里边 大家其实可以比较多的能够看到 我们日常天天使用的这些电话 它的一些发展的路径 从我们最早的这个叫一级二级 可能很多人对于一级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这个东西成本太高 说实在在民间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流行 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就是什么叫什么 大哥大爱啊或者一类的这种东西 那么从两级到三级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人群 开始能够去叫入住到千家万户 开始能够感受到 那么二级来讲 我们更多的就是打个电话 对吧 我们能够完成信息的沟通 而不至于说非得要用我们一些电报啊 那么这样的体系 那么随着我们慢慢逐步的发展 那三级四级五级 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 对于数字世界 它的承载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了 我们从最初的这个只能通过 这个只能模拟打电话 慢慢的呢我们可以发短信 对吧 然后后边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网页 视频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可以到一些物联网的垂直行业 那么能够看到数字世界的发展 可以说是在日新学义的往前走 那么我记得我当时还是在初中 大概也就是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 我们的校长还在台上说 说数字世界整个的所有的数据的信息 以每年的方式都在一个指数的方法进行成长 那么成长到了现在 它也没有停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应该说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 那么伴随着这两集 大家也知道我们随着这种叫 音视频的一些火爆或者个人自媒体的一些火爆 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数字信息在产生 那么大家能看到 其实随着我们信息而易多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服务跟服务之间 是通过什么来连接的呢 实际上是通过API 有可能API对很多人是相对陌生 那我们简单去理解两个服务之间 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互通的 对我们两个服务如果说它不是同一台机器 它只能通过API它没办法通过其他的 比如说我通过机器的这种共享地存吗 它做不到对吧 那么所以说API已经在潜移默化的 全世界被动认可的情况下 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数字世界的一个基础 我们在发短信 我们在上网页 我们在游览视频 甚至我们在物联网听到很多东西 本质上来讲都是API在提供服务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一张图 这张图来自于Github的首页 我认为它非常非常的形象 数字世界的一个本质 其实是API服务 对 那么在右边的这张图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信息 它是什么呢 它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请求 人和机器或者人和人之间 本质上来讲 其实也是API上数据上的一些流动 那么在点和点之间 都是通过API的方式来进行对接起来的 把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就会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专门做SaaS等等服务 这样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AWS 对吧 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各种的上云上的一些基础设施服务 无论是我们的虚拟机 还是各种的现成的服务 以及一些我们在网页上去搜索各种的东西 比如说谷歌 对吧 大家去查询任何的东西 那包括GitHub这种原代码或者苹果提供的很多一些在线的服务 比如说在线音乐等等这种 其实它背后的本质都是在提供一些API服务 那么当我们需要我就去订阅这些API 我们不需要我们就不需要订阅这些API 那么我们所有付费的其实也是在为API所付费 所以说数字世界的本质回我来其实都是由API来作为基础设施 来作为支撑 然后上面长出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的不同的应用 来满足我们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用户的一些常见的需求 OK 然后我们换一个角度 那么其实在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在工业时代其实对于这种基础设施的分类是比较多的 我们上面是写了一些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 但实际上不止如此 我们工业时代不只是需要石油和煤炭水裂 实际上是我们的道路 对吧 我们的通信 它也属于工业时代的一些基础的产物 他们解决的问题都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说石油跟煤炭能完完全全的相互替代吗 其实不太能 我们不可能用石油来发电 为什么成本太高 我们也不可能用煤炭的方式来做我们的这种汽车的一些 比如说所谓加煤炭改成加煤炭 是不是很好 其实不好 为什么 因为它储能太低 其实也不方便 对 它有这些不同的问题 所以说石油是满足 大部分来讲满足是一些能量比较高 需要各种快速迭代的地方 而煤炭相对来说 它对这种来回变化不需要那么多 那么所以在工业时代 它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说分类就比较多 其实我们回到我们新时代 都会变得特别的有意思 作为电来讲 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基本设施 它肯定是需要的 对吧 然后剩下的 比如说API API是一个相对来说中间的一个位置 再往下可能会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物理机 虚拟机 或者一些网络 那么这些东西它承载的背后是什么呢 其实它背后都是要对外能够提供API 来形成服务 那么其实在全世界来讲 所有的信息时代 我们如果把每一个服务都比较成是一个点的话 那么那个点它对外能够提供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它对外提供的都是API服务 不论是我们的数据库 不论是我们的一些查询的服务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订单啊 账号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体系 甚至包括我们内部的一些服务体系 对吧 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的流量管理是一个API服务 我们的具体的某个应用服务 它依然是个API服务 我们的数据库服务 它对外提供的其实还是一些API 只不过是这些API可能在不同的位置 它所对外提供的形态 甚至包括协议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么所以从这张图里 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工业时代 我们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东西 但实际上来讲 对于信息时代 我们能看到的好像就只有点和API 那么从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非常 可以说让大家可以说amazing的一个事情 就是API在整个数字世界 它是如此之重要 对 没错 它就是这么的重要 它承载了我们的信息的获取 它保证我们信息传输的安全 它甚至能够保证了我们 我们信息的获取都是一个高效 跟稳定性等等所有的问题 大家知道 如果API的底层地方出现了不安全 或者不稳定 不可靠 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发信息可能发不出去 我们查的东西可能会查不到 或者找不到 等等等等 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全世界的很多的这种互联网架构 其实都是在为数字世界来解决一些API上的问题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就非常非常的形象 整个一个地球实际上伴随着是各种的人和人之间 或者人和物之间 以及物与物之间 它有大量的通讯 那么很多信息通讯是为了做各自的信息的获取和各自状态的上报 但是对于我们的人来讲 我们更多的是说是在于以人的视角 我需要说出什么样的内容 以及我希望是我能够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能说出去是我希望着别人能够听得到 那么当然是到此为止 其实不是的 对于人个体来讲 我们还有一些音视频的需要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录的视频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 那么他所有的承载媒体 当作为一个中间体友 他要以一个网站或者站点 一个服务的方式 一片的方式都对外扩散出去 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 那么整个世界可以说像一个 不是像 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 点对点之间 可以非常容易的对话 虽然这次的会是 阿帕奇的一个亚洲的大会 实际上无论是你在亚洲 你还是你在欧洲 还是在美洲等 这样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能够看得到 我们正在沟通某一个技术话题 我们正在享受API提供我们的东西 我们希望通过API对我们提供的东西 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同时我也完成了我的价值的输出 那么所有的过程就发现 我们在数字世界 API服务是如此之重要 所有的点对点 其实本质上来讲都是通过API来完成的 所以说API已经绝对的成为数字世界顶基础设施 对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说更容易理解API到底是在线上就可以跟我们什么东西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他不是纯技术出身 可能他对API说了半天他可能觉得比较抽象 我们在很多年以前 这两年谈的少了 我们经常会谈到叫地球村 随着互联网的一个拉近 实际上地球就变成了一个村子 那么我们从来就没有聊到过 村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而对一个村子来讲 它一定会有几个基本的东西 村子里面有各家客户的人 这个叫各家客户 对吧 各家客户里住的是人 那么各家客户之间 他们需要去叫什么 串门 要访友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沟通的呢 那我们怎么去从这家跑到另外一家我们去穿个门呢 OK 这个时候就是街道 所以说在地球村的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里边 其实我们的街道就是我们的API 对 那么我们各家客户都会有一个门 对不对 那个门是什么东西 那个门就是说API我进出的那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我们后边会聊到的这个API网关的一个点 它非常非常的形象 那么所以大家可以初步理解的就是说 在一个村子里面 各家客户之间都可以任意的进行点对点的连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 任何两个点都可以构成一个值点的一个关系 他们都有一条路能够走得到 那么在走得到的时候实际上这条路本身就是我们的网络的连接 那么点几点之间他们在连接的数据的时候在传输的时候 本上来讲就是在进行API的一些绘画的服务 对 那么所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整个在数字世界的连接 实际上这个行业或者这个世界就提出了很多新的一些需要 这个应该是全人类都需要的东西 它需要一个什么 必须要这个点的连接的API 它需要一定有安全 对吧 好理解 如果说这个连接数据不安全 你在串门的时候 你门串错了 或者你串门在这想递出 想说出去的那种直接被别人给剽窃了 或者直接泄露给所有人了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 比如说你跟他说 别人告诉别人说你的银行卡密码 对吧 举个例子 对 那么可靠呢 就自然是说 当你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 过去的传达的效率 他那条路本身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可靠 他不能说这条路一会好了 一会坏了 是吧 我还要135246 我要做挑修 我还要在星期周六日挑修 不是的 也许我们上班的这些人 我们可以有周一到周五进行工作 周六日我没有休息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讲 或者对于数字世界来讲 他没有了 他都是72小时 来给我们提供所有的服务 所以他的可靠性的这块呢 要求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是关于沟通的高效 那么大家刚刚在前面也看到了 我们从1G 2G 3G 一直发展到现在5G以及未来的6G 对吧 那么高效可以说是人类来讲是越发想的这个需求越来越迫切 我们从最早开始的叫什么 叫短信的这种沟通 最早是语音啊 后边我们加了一个短信 后来我们走了这个叫网页 在往后面有视频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沟通的方式变得怎么样 越来越贴近于人的人性化的这种方式 等于说我虽然不在你身边 但是你可以认为我就在你身边的方式进行沟通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两年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网上的视频会议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基于视频的一些文章啊 技术我的一些分享 它的数量 那相比以前来讲 确实就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很多 那么所有增加的这些呢 其实都比较好理解 它都是由于我们数字世界的这些连接越来越高效 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承载的数据量正在急剧的长大 那么我们是很难想象 在很早以前 我们可以从在线的方式来通过 直接可以看听音乐 看视频 甚至可以在线自由的视频 好 我们接着来聊一聊 关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开发的 就是由开发者开发出来的一些应用 他们的关系变得越发的动态和复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通过这张图 我们能够看到是一个叫 我们对于很多企业来讲 它的一个演变的路线 从我们最传统的单体到我们的这个SOA 那么中间是通过这个数据总线ESB的方式 把非常多的这个单体服务给它穿起来 然后呢 现在正在往A服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演化 那么由于从SOA年代到我们的微服务 实际上是说是消灭了中间的这个最重要的一层ESB 让我们所有服务可以得到横向的一个扩充关系 对 那么这个是很多企业来的一个非常标准的 或者说一个迭代的一个路线 另外一个路线呢 实际上就是再进后往下来走 那么当我们的应用 从我们的单体应用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微服务开发框架之后 那么你会发现实际上只是只是单纯的微服务它还是不够的 那么还需要呢往后边可能会进一步的演化变成是我们的服务网格 那么变成这个和刚刚前面的领图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它是往后更加的多走了一步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应用应用之间啊 直接可以访问由我们的编车来完成我们的一些安全啊 油量控制啊等等这样相关的事情 对 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能看到当我们的一个应用 从我们的SOA迭代到我们的微服务框架 然后慢慢的迭到我们的微服务 说的应该是服务网格 能够看到我们的服务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 并且同时呢服务跟服务之间的一个调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变成微服务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小团队 比如说三五个人 我就可以能够控制一个服务的生命周期 我可以按需的进行上线下线版本更新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那么这些服务呢 那么如果说单独的一两个 那么它的变化的周期可能是以一周两周 或者是慢一点会有一个月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频度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这家公司它有几百个微服务或者几千个微服务 对吧 我们很多大的互联网企业 它真的是有这么多量的 当它的服务变得多的时候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它不只是服务跟服务间的关系复杂 同时呢 我们能够看到 呃 其中一个服务 比如说两三周变一次 那如果说是有二三十个微服务 那平均下来每一天就会有变化 对吧 那如果我们可以变到说是有两三百个 两三千个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每一分钟服务里面的这个情况信息都在不停的发生变化 这就使我们的服务呢 不只是首先要变得复杂 同时呢 我们还变到服务跟服务之间的一个调用关系 以及服务自身的这个信息 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各种不同的技术选行 我们也发现我们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我们经常说架构师如何能够成为优秀的架构师 而这个架构师就是根据这家企业去选择他最合适的 根据当前企业的阶段选择最合适的架构 在这个架构里面 然后再去看一看我们应该做如何的讯息 那么能够看到在这张图里面 当一个企业他所处的位置不同 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在掌握当前我的这个阶段 企业自身的阶段 我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东西 大家能看到在不同阶段 他所需要的那个技术的东西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从这张图这样 这张叫架构演变图 历史演见图里面能够看得到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对API治理所需要用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凸显出我们架构师的一个重要性 为什么他需要知道的背景信息会非常非常多 那对于单体我应该要怎么做 对于服务和微服务情况我怎么做 针对于语言声怎么做 然后到了服务网格又怎么做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微服务是中国 加瓦一类的搭建的OK 那他又一世应当如何 那么他使用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架构师也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这是都我们现在应用观点变得越来越复杂 动态 然后导致了一个算是一个催生吧 在催生的过程中我们逐步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好 除此之外呢 实际上不只是架构师 我们的研发其实也比较的辛苦 那么刚刚呢 我们把前面用到的所有的这几个主要的技术应该叫选型吧 他们用的技术站 我们这里面逐步裸列了一下 就会发现 为了能够hold住我们所有的这些场景 结果发现我们需要熟悉这些技术站 他们有大家最熟悉的一些 在国内有个比较广的一些开发语言 比如说这个Golang或者是Java 对吧 也有一些会用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 类似于Walsum或者RAS这样的方式 当然也有些比较偏的一些 比如说也会用Orlang这样的开发语言 来解决我们的高流量的问题 那么他们的场景都不太一样 我们从这里边结果能够看得到 实际上为了满足前面提到一张图的需要 对于我们的开发者来讲 实际上也要熟悉的东西也有很多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可能我们如果当我们只熟悉其中某一个语言的时候 有很有可能这个语言会限制你 你自己所处的一个年代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提到的这个Walsum 它比较现代 你会发现它更多的是开发者 可能在一些非常现代化的一些体系里面 或者是说具有前沿 科研性的项目里面来使用 但是对于一些传统的正式上线的项目 它是完全没办法使用的 那么GoLang呢 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一个问题 对于特别古老的系统 那么GoLang能不能很好的支持 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问题 OK 好 回到了前面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当下我们说了半天的问题 我们自然是要提一些解决方案 我们后续应该要怎么办 那么从提出一堆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 实际上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快速的 就是全流量的一个统一处理 我这个全流量呢 就指的是 不只是我们的南北 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服务网格 我们的K8S流量出入口 以及我们的微服务等等 所有的API的代理 所有的ATP领求的代理 那么它都应该叫全流量 放在一起 我们这些全流量的统一处理 那么就变得至关的重要 我们如何能够大包大蓝的把所有的流量 进行统一的这个管理 不仅仅是我们当下 也是未来 我相信架构师其实脑袋里面 它不应该是说 永远要装上不同的选行 也许在 当下它是合适 但实际上如果架构师能够站出来说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方案 可以完成当下 也可以能满足未来的一些需要 做统一化处理 那我估计这个架构师呢蹦起来 对吧 好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个开发者疑虑的点 我们站在API 6的角度 都给了哪些的答案 在API 6这边呢 实际上我们对于 这个叫不同的应用场景 也就是在不同的架构演变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流量代理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我们有LB 对吧 还有这个API Gateway 或者是说我们的K8S的 Ingress Egress 以及服务网格 我们能够看到 API 6呢 可以同步提供了一个统一的 然后全流量的一种处理方式 它既可以来做我们的LB 解决我们比较早期的一些 这种单体啊 到微服务的时候 我们这个流量出入口的位置的管理 也可以能完成我们一些 API Gateway 相关的事情 OK 那么为什么API 6要前无古人 后无来世的方式 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也比较简单 就是API 6的核心部分 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的主要是外围的一些编车服务 就有点像我们服务网格里面的一个sidecar 那么当它放到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启动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并且通过插件的方式 也可以做个性化的选择 正是基于此 所以API 6它可以被放在不同的场景下 只需要去配合不同的编输服务 比如说这个在Cuberness Ingress里面 它就放了一个controller Ingress controller这个项目 那么这样的话和API 6 一个自身的流量代理服务 去必须配合 就能够完成我们流量的一个代理 那么其他的那个类似于说 服务网格 或者是加瓦的那个 Springhouse Gateway里面的一些代理的能力实现 其实实现的思路呢 也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好 也许你会问啊 就是说 我们既然要做所有量的一个统一的处理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的带来的好处都有哪些 那么这些优势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 以三个不同的视角 来进行呈现 首先第一个 首先就是说是开发的视角 开发对于研发人员来讲 我个人就是一个研发 对技术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痴迷的 那我觉得站在研发的视角来讲 就是如果也对研发来讲 我有一个 呃叫什么 非常牛的一个技术在身 而且我这个技术呢 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 那可以对于开发来讲 是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开发其实最怕的就是我 我会虽然会图笼之际 但是我只会图笼 一旦没有笼就完蛋了 那么对于开发来讲 特别期望是说 我有一个技术 但我能够应用的面会更广 那么刚刚看到 我们无论是LB G2A Ingres 还有这种 编车等等这种 都是基于A5SX 这一个技术 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么所以对于开发来讲 它一旦有能力 能够去掌握A5SX 就意味着它可以来完成 公司里面 这些所有流量的处理的一个能力 那么当他个人完成了 比如说完成了A5G2A 或者完成了Ingres controller的这样的一些 落地的实现 那么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个能力 通用到或者扩大到其他的团队里面去 来进行标准化和复用 那么对于引发自身来讲 它可以触达的东西会更多 运维视角就更加的简单了 因为对于运维视角来讲 其实最麻烦的 就是说一家公司 尤其是一家超大型的一些企业 随着不停的往前迭代 它的历史包袱变得越来越重 经常在使用一些已经找不到 可能找不到公司维护的 甚至连原来也找不到的一些烂尾的项目 这个运维往往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头痛的 为什么又不标准 又又不具备有非常强的一些通用的东西 那么对于我们进行统一之后的优势就不一样 那么对于运维来讲 无论它之前运维的是LB 还是可以就位 那么由于技术战保持是一模一样 所以当它后续再去做运维 比如说因为Cuminous Ingress 或者是福网格等等这种 它就会发现它的监控的手段 监控的工具 然后平常的一些日常的操作 或者是说等等这样告警的这些方式 它都会用一种方式 统一的姿势来进行管理 并不需要太多的二次的学习 那么这个对运维来讲 可以说是至关至关重要 对 再加上APAC 自本身是一个 APAC的顶级开源项目 那么自然来讲 咱们运维的同学可以在这家公司 学习这个东西 也可以到其他的公司 直接做一些附用 那么这个呢 就变成了是一个标准 可附用的一个能力 它并不是说我们是只为这一家公司 对吧 或者我只为我现在的这个岗位 我一个服务能力 会变得更加的通用 对最后对于公司来讲 就是两个大的你啊 这里面写了一个 其实是有两个 首先呢 就是说能满足我们当下的需要 这个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前提小进 如果你一个新的软件的引入 不能够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这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除了解决当下的问题之外呢 实际上还可以去能够帮助这个企业 把它已经成就的为人维护的一些 这种服务的代理 或者API的代理不能给管起来 同时啊 这个就是对企业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他要对他的将来的架构的引进 能够做一些 简单性的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服务网格 其实在很多超大型的企业里面 都有一些测试啊 但这个不叫超大 应该叫是一些互联网企业 会有一些服务网格上的一些应用 我测试 为什么呢 他们的技术站 项目来说会比较激进 会愿意去为技术买单 来做一些厂置 来发掘背后更多的一些优势 换句话说 他们自身的也是因为他们的体量 迭代的速度比较快 开发的周期也比较快 对这些技术呢 或者服务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 对 但是对于一些传动企业来讲 他并不是这个样子 他更希望是用一些是成熟的东西 但是呢 我既要满足当下的时候 那当下 那个这些传统企业 肯定是比较的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叫主流吧 对 稳妥的一个方案 那么他选择的方案 他实际上说 他他也知道 那我将来不能与技术的破轨 你们用的好的东西 我将来也要用 你们现在用的成熟稳定 我更要用 对吧 他是一个成年人的选择 就是两个都要 那么既然是两个都要 那我选择 我当下我只能选择成熟稳定的 而我的未来 对吧 未来技术的价格演技 我能不能也 在现在的价格上 我未来发展的时候 也能给铺路 能够给垫一下 能够真的是有所帮助 那么这个呢 就变得至关的重要 那么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他的选行 他不止是满足当下 他也要看未来 那么如果这个未来 和当下的选行 他能够形成一个正向迭代的 一个增益关系 那么这个对于企业来讲 可以说就属于是一个免费的 一个赠份的 赠送的加分项 那么这样会让企业自身的 未来的一个迭代呢 充满了信心 对吧 OK 这就是我们 把我们所有的一个不同年代 我看一下不同年代 或者不同的历史的一个阶段 他对于这个不同的技术设施 然后当我们有能力 能够把它们用统一的技术站 来进行处理 统一处理之后 那么对于公司来讲 能够带来的巨大的收益 好 说了这些呢 我们就来说说非常重要的 这个核心的项目 APA及API 6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他的一些现状和未来计划 因为刚刚我们聊的 所有的都是一些大的 时代的环境的一些背景 以及我们的应用的一些复杂关系 给API 6提了哪些需要 然后我们来看看API 6目前来讲 都已经为大家做了哪些的事情 并且未来呢 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安排 好 首先一点 API 6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我并且相信在电脑前的你正在享受着API 6 为你提供的一些服务 目前来讲 可能API 6服务的直接 间接服务的人群 可能已经能超过10亿人口 那么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无论你是用的一些办公软件 还是说当我们去做休闲娱乐的 是要追一些剧或者说您看一些那种新闻的报道 或者当我们出行的时候 购买一些飞机飘瓦 之类的东西 其实这些服务背后呢 都有API 6正在为你服务 对 那么其实可能你没有想到一个开源两三年的一个软件 到现在来讲已经在你的生活中开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支持 嗯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张API 6的一个生态图 通过这张图呢 我们能够看到目前API 6可以运行在各种成熟的一些 不管是X86 ARM64平台 或者是一些虚拟机裸金属 或者或者一些云上或者Kubernetes这种容器环境 那么它的这个可以自由生效的平台 可以说是一个全平台的一个支持 那么在右侧部分呢 是相关的一些我们管它叫它的生态部分 那么可以非常方便的跟我们开源中的一些生态 直接做对接使用 同时呢也可以和一些云上的一些擦子服务 直接可以做数据的一些日志的上传呀 信息的这种告警啊都是OK的 那么中间部分呢 可以就是API 6自身的一些主要的实现的一些核心的概念 在左侧部分这个要适当稍微说一下 因为API 6既可以做我们的南北流浪出入口 也就是公司对外的那个位置 公司有非常多的内部流浪 还有内部流浪 它最终要做对外 还有一个内外出入口 内外出入口呢 基本上来讲对外暴露都是一些HTTP协议 对吧 那么这个API 6是非常好的 可以能解决 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位置都是很多企业的 叫LB或者API Gateway这样的位置 但是呢 API 6它也支持啊 也支持可以放到我们的微服务空架里面 当作微服务的API网关 所以能够看到呢 它也能够去支持一些TAS Double这样的一些协议的一些反向代理 对 最后呢 API 6 也可以被用到我们一些物联网的用场景 来收集一些物联网的日志 通过API 6的代理转发 所有的这些呢 基本上来讲都是通过一些插件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企业用户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定向的一些选择 跟使用 目前呢 这些在我们最新的版本中功能中 都有所包含 可以大家可以下载以后直接来使用 好 其实API 6值得去跟大家同步的点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通过这张图呢 其实我们能够给它一个大概就是现在 API 6呢 有哪些不错的 值得给大家一起同步的点 首先呢 它是API基金会的一个顶级项目 相信得对这个基金会软件项目都比较了解 同学都知道 这样的一个开运项目的方式 对于所有的厂商的选择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 对不受任何的限制 不用担心被一些商业公司所做的这种厂商的锁定 另外呢 由于它给予的这些技术站和自身 给予API基金会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安全和稳定 这两个因素 那么对于很多企业来讲 如果说安全上有解决项或者稳定性有解决项 那么这个可能这个项目本身就不在它任何这个可选的一个范围内 就会直接被淘汰 那么API 6值在两点上可以说是做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能够看到一些超大型的互联网企业 能够快速的选行API 6 并且进行生产的落地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呢 API 6在很多技术指标上 也就是在它自身的性能和它的动态的能力 以及社区的回忆度等等这些指标上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的一些进队 可以直接说无论是纯开源还是一些商业产品 那么API 6的能力来讲 都在同行中是非常非常出类把萃的 最后呢 是API 6自身的一些热情架构 比如说它百分百的基于云生的这样一个架构 并且呢 为了方便有更多的开业用户的使用 也支持一些勾浪啊 加瓦这样的一个多语言的方式 能够非常方便的来使用API 6 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结合这些点呢 都是API 6 可以说给大家直接直观的能够看得到 能够当作我们直接来做这个锁定 或者选行的时候一些主要的一些 现在来讲主要的一些点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从网上 能够看得到的比较活跃 或者受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些 API 网关服务 他们的什么呢 他们的叫开发者数量 然后增长局限图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Cone也好 TYK也好 还有这个MOSAN也好 他们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 那么API 6的贡献者数 可以说一直是遥遥领先的在往前走 对 我这个遥远指的是这个增长的斜率啊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API 6开源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 可以说一直都是以一个成熟项目的方式的一个增长速度在发展 这里边呢也非常非常感谢对API 6非常信任的一些同学 并且呢 真心实意的来为API 6诸贡献 在这里呢对大家表示感谢 嗯 好 每个软件可以说都会有一些使命和它的一些未来的服务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到底宗旨是什么 那么我们用一句话的方式呢 给它简单的概括一下 API 6其实想给大家传达的就是 我是一个全能量代理的一个服务 它期望的是能够给这个给用户 或者给我们使用者能够带来更加的安全可靠 且高效 这么一个API代理服务 OK 感谢大家本次的分享到此结束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